苏小鸭忙于毕业论文 已经一个月没有和姐姐苏小红联系了 论文通过当天下午 她立刻买车票回老家 到了姐姐家 苏小鸭给姐姐买了 她最喜欢吃的精八件糕点 还有一件橘黄色连衣裙 回家前 她没有打电话 想给姐姐一个惊喜 没想到竟然看见姐夫 和别的女人在床上缠绵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姐姐嫁给了城中村的一个男人 苏小鸭进门时 门是虚掩着的 进到里屋 她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推开卧室的门 只看见姐夫和一个女人正在床上纠缠 苏小鸭啊的叫了一声跑到客厅 姐夫下身围了一件衬衣跑出来 问苏小鸭怎么回来了 苏小鸭说她不回来 怎么能看见李天宝这龌龊事 李天宝怎么对得起她姐 李天宝脸上没有一丝愧疚之色 认为苏小鸭要是这么说就没有意思了 不是她对不起苏小红 是苏小红对不起她 失踪一个月了 也不知道和哪个野男人跑了 她天天锅冷床凉的 自己只是找个人暖暖被窝 苏小鸭听说姐姐失踪一个月 李天宝不去找 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还把野女人带到家里来 她四处看了看 看到窗台上的一个花盆 端起花盆 就照着李天宝的脑袋砸去 李天宝急忙跳到一边 一边跳一边嚷 别没完没了 恩将仇报的东西 苏小鸭大学四年的学费 可都是她们给她花的 她姐妹俩一个样 白眼狼 苏小鸭回敬李天宝 李天宝对她姐没有一点感情 她姐失踪李天宝居然不找 也不告诉她 李天宝才是白眼狼 苏小鸭告诉李天宝 她姐要不是为了她早和李天宝分开了 李天宝说苏小红早就想着 和野男人跑掉了 自己绝对不会去找她的 去了穿红的 又挂绿的 卧室的女人穿好衣服出来 看到这光景 慢悠悠对苏小鸭说了一句话 她姐失踪一个月了 她不去找 在这里和李天宝折腾什么 小心她姐被人害死 害死这两个字触动苏小鸭的神经 莫不是李天宝和这个女人勾结 害死了姐姐 女人看出了苏小鸭的心思 忙说平常她可连只蚂蚁都舍不得才死 她除了偷偷男人 害人的事可不做 她还想长命百岁的 女人鸟鸟走了出去 苏小鸭的目光狠狠站在李天宝身上 把她看得发毛 苏小鸭临出门前给李天宝撂下一句话 说她姐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找不到她姐 她还会找找李天宝 李天宝对着苏小鸭的背影冷笑 说苏小红宗 是自己走的 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才不怕苏小鸭 苏小鸭边走边落泪 姐姐到底去了哪里 她终于要毕业 能够回报姐姐对她的恩情 姐姐为什么会失踪 从李天宝家出来 苏小鸭禁止去了警察局报案 如果是李天宝杀害了姐姐 她一定让李天宝死无葬身之地 接待苏小鸭的小警察听她详细诉说了 关于苏小红失踪的事情后 表示一定会尽快调查 现在的苏小鸭无处可去 她和姐姐相依为命 大学期间她一直住宿舍 即使是寒暑假 为了多挣一点钱 苏小鸭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兼职 她也从不回家 也无家可回 姐姐姐夫感情一直不好 苏小鸭不想因为自己在那里白吃白住 而让姐姐遭受白眼 最后 苏小鸭在李天宝家不远的地方 租住了一间15平米的租房子 每月租金300元 这样的城中村有许多租房子的户主 虽然李天宝也往外租房子 可是苏小鸭绝不会去租她的房子 那个男人想想就生气 对姐姐不好 给的家用也少 还在外面捏花惹草 苏小鸭曾劝姐姐离开李天宝 苏小鸭对苏小鸭说现在李天宝给的家用少 但是至少再给 也算是有点良心 她在外面工作挣的钱 正好能够给苏小鸭攒学费 李天宝这里有房子住 有米吃 有少量的家用 苏小鸭只要再忍4年 就可以和苏小鸭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两个人有手有脚 总不至于饿死 所以苏小鸭为了苏小鸭一直在隐忍 等待离开的这天 苏小鸭没想到 天有不测风云 姐姐会在她毕业时消失 莫不是真的和别的男人跑了 如果这样 苏小鸭还是欣慰的 姐姐至少懂得为自己着想了 可是以姐姐的性格 绝对不会不和自己打招呼的 那么李天宝害死姐姐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她喝多时 没少打姐姐 苏小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索性起来 看自己给姐姐买的那件橘黄色连衣裙 她想起了从前的很多事 苏小红只比苏小鸭大两岁 姐妹俩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们的父母是做水产生意的 家里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是一直不愁吃穿 父母忙于生意 对俩人疏于照顾 苏小红懂事早 凡事对苏小鸭都特别照顾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苏小鸭13岁 父母在去进货的路上出了车祸 家里的财产被几个书博 以各种名义骗走 两人居然沦落到连学费都拿不出来 后来 学习成绩极好的苏小红 得到了校长的资助 苏小红放弃了 她说自己是姐姐 要让着妹妹 还恳求校长把资助她的钱来资助妹妹 苏小鸭永远记得 姐姐拉着她 一起跪在校长办公室里的情景 苏小红哭着在地上不断磕头 求校长把救助的机会给苏小鸭 校长被她感动了 说她可以资助两个人 苏小红却倔强地说 校长当初答应只资助一个 而且她知道校长的家里还有两个小孩 她已经决定退学 苏小红就那样倒退着 一步步走出校长办公室 苏小鸭跟着她到了她的教室 看她把课桌上的书本 一本一本装进自己的书包 然后在他们班所有人的目送下离去 苏小红没有回头 那一幕 苏小鸭终身难忘 每当学习想偷懒 想和别人一样谈场恋爱时 她就狠狠掐自己的大腿 想着姐姐为了她牺牲了自己的未来 她却只想享受 她不配为人 15岁的苏小红还算是童工 没有地方接受她 她就每天在街上捡破烂 整个县城都被她跑遍了 一个月能捡两三百元 除了吃饭 所有的钱她都攒起来 说要给苏小鸭上大学用 18岁后 苏小红就到县城里的饭店 当了服务员 包吃包住 还管工资 她很满意 然后就在家里叔叔的鼓动下 把镇上的那套唯一的房子卖了 后来才知道 那套房子值五万 但是叔叔和别人合伙骗她 只给了她一万元 苏小红得之后 不吃不喝了三天 然后拿着菜刀到叔叔家 说要砍死她的小儿子 叔叔才又给了苏小红一万元 这两万她一分梅花 也都攒了起来 再后来 苏小红在饭店遇到了李天宝 或许是极度缺爱 李天宝只是给她买了几次零食 还说自己家里有出租的房子 苏小红就动了心 和李天宝睡了 还怀孕了 李天宝不想娶苏小红 苏小红再次拿出颇劲 要在李家门前上吊 李天宝才娶了她 只是结婚后 苏小红就把孩子做掉了 李天宝一家气得骂她是扫把星 对她也不当回事 李天宝更是喝多了就打她 还在外面偷女人 苏小红心疼苏小红 让她离开李天宝 苏小红就对苏小红说了那些话 她是为了有个吃住的地方 然后心无旁骛打工赚钱 攻苏小红 姐姐的倔强苏小红是领教过的 所以她只想拼命学习 快点毕业 带姐姐早点脱离苦海 苏小红一拳拍在桌子上 一定是李天宝 想起在网上曾经看到一句话 当夫妻一人突然失踪死亡时 最受怀疑的一定是另一方 无论两人多么恩爱 何况李天宝和姐姐根本不恩爱 第二天 苏小红出门先去到 同学介绍的一个培训机构报名 接待她的是一位思思文文的男人 戴着眼镜 是培训机构的校长 她对苏小红的学历很满意 问她能不能全职 因为苏小红应聘的是兼职 只是晚上和周六日工作 苏小红摇摇头 她要挣钱维持生活 闲下的时间 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苏小红一个星期后才上岗 她问培训机构的校长 能不能先知她一个月工资 没想到校长很爽快 直接预付了她三个月的 苏小红特意看了看校长胸前的名字 写着丁燃两个字 第二天起床后 苏小鸭把自己全服武装 穿了一身黑色连衣裙 戴了墨镜 躲到了李天堡有附近的小巷里 准备先了解她的作息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只要她害了姐姐 她一定会露出马脚 李天堡睡到八点起床 又到周屋吃了早点 然后就坐车来到一家棋牌室 中午简单在外面吃完饭后 苏小鸭看见她进了洗头房 两个小时后才出来 苏小鸭愤愤骂了一句畜生 晚上李天堡打电话约来一帮狐朋狗友 在盛华KTV里 一直唱到十点才出来 苏小鸭在KTV外面的小饭店坐到九点 人家关门后 她就坐在门口的街上等 过来好几个男人向她搭讪 问她一夜要多少钱 他们都被苏小鸭的一句话给吓跑了 苏小鸭傅在人家的耳边上说她有艾滋 不要钱 好久没有男人碰她了 他们只要不怕死和她睡就行 男人们一边骂她神经病 一边吓跑了 这样的男人 苏小鸭在兼职时碰到过 是师姐教会她这一招的 没想到挺管用 男人虽然管不住下半身 但是更怕死 十点 李天堡终于摇摇晃晃出来了 她招手上了辆出租车 苏小鸭也紧紧跟着她 李天堡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小区 她打了一个电话后 只见一个女人戴着口罩出来 上车前她扯下口罩 苏小鸭看清 她就是那天和李天堡 在床上被自己逮住的女人 女人上了车 到了李天堡家 苏小鸭借着月色掩盖 在他们身后不远不近的跟着 她听到那个女人在说 李天堡怎么不等两天 她家那口子刚从外地打工回来 李天堡刚才打的电话 她说是同事的电脑坏了 有极箭让她去公司帮忙 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李天堡摇摇晃晃揽住女人的肩膀 说两个小时够了 自己没有那么能干 一个小时就把她送走 两人又打情骂俏了几句 进了屋 苏小鸭关于姐姐的事情一件也没听到 很是丧气 只能靠在墙边等两人办完事 看看他们爽了之后会不会说出些东西来 一个小时后 女人急忙出来 刚才的出租车司机已经到了李天堡家门口 看样子是早就说好了 女人上车前对李天堡说了一句话 苏小红的那件事 李天堡早点解决了 她也好动手 天天这么不明不白的 谁受得了 这一句话让苏小鸭立刻提起精神来 心想什么事要早点解决 他们是还没有解决掉姐姐 还是没有解决掉姐姐的尸体 女人走后 苏小鸭也往自己的出租房走去 一边走一边思索着刚才女人的话 却冷不防 一个男人在后面伸手勒住她的脖子 苏小鸭拼命挣扎 奈何男人力气太大 她被拖进了一户人家 她被绑了 手脚被捆得结结实实 嘴上眼上都蒙着布 苏小鸭心中懊悔 都怪自己太大意了 只怕还没有给姐姐报仇 自己倒要不明不白的死去 可是谁会绑架她 劫才劫色还是杀人灭口 苏小鸭正在心念转换时 感觉有人扯去了自己嘴上和眼上的布条 从黑暗到光明 她的眼睛适应了好一会 然后仔细看看四周 这场景怎么如此熟悉 再一看到沙发上的人 她吓得心里一哆嗦 苏小鸭看到的正是李天堡 此刻她手里拿着一个木棍 阴森森地对苏小鸭笑 说苏小鸭真以为她傻 苏小鸭穿着一身黑 戴着黑墨镜 跟了她一天不累 居然还来偷听她和女人的床室 接着李天堡问苏小鸭有没有和男人睡过 要不要自己替她效劳 苏小鸭立声呵斥 李天堡要是敢对她不轨 她让李天堡吃不了兜着走 李天堡笑了 认为这话应该她说的 现在苏小鸭可是落在她的手里了 苏小鸭词穷 扭过头部离李天堡 李天堡一步一步逼近她 她不由地尖叫起来 李天堡解开绑苏小鸭的绳子 她今天只是给苏小鸭一个教训 苏小鸭想和她斗 还嫩了点 李天堡郑重地告诉苏小鸭 她没动过苏小鸭 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李天堡说苏小红走了才好 只是她太不地道 想离婚就只说 还搞失踪 李天堡也想找苏小红 痛痛快快把手续办了 她答应了老乡好 给她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苏小鸭对李天堡的鬼话 一点也不信 她知道当初姐姐和李天堡结婚后 感情不嫌不淡 李天堡在外面一直捏花惹草 现在姐姐失踪 更是给了她嚣张的理由 李天堡对苏小红没感情 苏小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再找个女人似乎也无可厚非 苏小鸭跌跌撞撞 往自己的出租屋走去 连累带饿 加上刚才的惊吓 她的腿打软 快要到出租屋门口时 她直直倒了下去 旁边路过的一个男人扶住了她 问她怎么了 苏小鸭说句好饿 就靠在那个男人身上休息 她是一步也走不动了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 撕开包装地到苏小鸭嘴里 这世间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是饥饿 三下午除二 苏小鸭就把巧克力吞进了肚子里 吃完 借着昏黄的路灯 她看到这是一个个子高高 细瘦型男人 鼻梁大大的 像婴 苏小鸭在心里暗暗嘀咕 身上有了戾气 她的恐惧突然袭来 这个男人深更半夜在街上瞎溜达 会不会是采花大盗 或是抢劫犯什么的 男人似乎看出了苏小鸭眼中的不安 告诉苏小鸭说她叫安志强 是国锋钢铁厂的工人 刚下夜班 苏小鸭听过国锋钢铁厂 是一家私企 听说待遇还不错 苏小鸭问安志强 她一个大男人怎么还随身带着巧克力 会不会是迷药 男人扑吃一声笑了 问苏小鸭现在有没有被她迷倒 刚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质疑人家 苏小鸭也不好意思起来 她看看就在家门口附近 对男人说今天谢谢她 明天请她吃饭 以谢救命之恩 没想到男人还挺爽快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问苏小鸭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给拨过来 苏小鸭只得告诉了她 第二天 苏小鸭睡到日上三杆才起床 想起自己说过要请安志强吃饭 给她打了电话约在福星饭店间 福星饭店的老板 据说曾在五星级酒店做过多年 后来回小城自己开的这间饭馆 因为她手艺好 用料足 别看是个街边小店 每天都需要提前订桌 苏小鸭提前两个小时去订的桌 还是没有腾下来的位子 她只好给安志强打电话 告诉她改地方 安志强说如果苏小鸭不嫌她家里寒酸 她倒是可以露一手 在家里做既省钱又干净 苏小鸭也不是大款 自然乐意 她兴冲冲到了菜市场买了排骨 还有各种食令蔬菜 又买了两样熟食 也不过才摆来快 提着这些东西到达安志强的家时 苏小鸭愣住了 因为安志强的家 离姐夫李天宝的家只隔了一家 这么说安志强也是城中村的人 小城也是真小 每隔三五个人就会有联系 不是同学就是邻居 安志强正在屋里收拾 看见苏小鸭提着东西进进来 大声说还真买不少 今天自己就给她露一手 一个小时后 几个热气腾腾的菜上桌 糖醋排骨 雪山美味君 香菇鸡肉丸 尤其那红烧肉 色泽鲜亮 香味席人 刚上桌 苏小鸭就忍不住夹了一口放在嘴里 入口即化 她忍不住嘖嘖称叹 说谁要是嫁了安志强 真是三生有幸 安志强解开围裙 对苏小鸭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说姑娘请 苏小鸭疼得红了脸 还没有谁这样称呼过她 苏小鸭告诉安志强自己的名字 安志强呕了一声 然后拿了一瓶红酒 问苏小鸭能否喝两杯 苏小鸭为了生活曾经推销过酒水 她没有推辞 好酒配好菜 她不想错过 两人边吃边喝边聊 不知不觉 一瓶红酒都下了肚 吃完饭 两人坐在沙发上继续聊 红酒后劲大 刚才在餐桌上的金池都没有了 开始吐露真言 安志强说她父母在她很小时就离婚 是爷爷把她带大的 她高中毕业就进入国风钢铁厂工作 已经工作五年了 她闲暇时就看看小说打打游戏 偶尔也到福利院做回忆工 安志强说自己谈过两个女朋友 可人家的父母都看不上她 去算命后 算命的说她命里无期 所以她也就不抱任何希望了 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现在还有人信这个 苏小鸭觉得可笑 学历低就是不一样 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 可是人家救了她 还给她做饭吃 何况安志强还去做义工 不是个坏人 她不能笑 只能安慰安志强说一切都会好的 只是时机味道而已 安志强开始询问苏小鸭的生活和工作 因为安志强袒露心非在前 苏小鸭觉得欺骗她不好 而且苏小鸭还有一个私心 她讲了和姐姐苏小红相依为命的故事 也讲了姐姐为了她跪求校长 以及为了她 委屈的住在李天宝家里 最后苏小鸭提了一个要求 说她直觉安志强是一个好人 安志强能不能帮帮她 让她闲暇时 在这里能够监控李天宝的行为 苏小鸭告诉安志强 她刚才进门时看到了 从安志强家的小房上去 正好能看到李天宝在她家的活动 安志强的脸由红变白 由白变青 最后不自然的咳了一声 说按理说她应该帮苏小鸭 可是苏小鸭一个未婚的大姑娘 她一个没成家的男人 天天人来人往的 别人看见会说闲话的 苏小鸭拍拍手说那正好 就说她俩是男女朋友 苏小鸭为了茶姐姐的失踪之谜 真是什么都豁出去了 安志强还在迟疑 苏小鸭看到她放在茶几上的钥匙 一把抓起 然后问哪个是她家大门的钥匙 自己去配一把 安志强没有再拒绝苏小鸭 指了指其中最大的一把 苏小鸭没有看到 她转身去配钥匙时 安志强嘴角一丝高深莫测的笑 苏小鸭连续三天都猫在安志强的家里 她买了一把望远镜 专门来远程查看李天宝的动静 可她除了打牌逛街去KTV 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事 除了偶尔带那个老乡好回家 苏小鸭曾经想过 去告诉李天宝老乡好的男人 让李天宝挨顿揍 也正好解解自己的心头之恨 可她又怕打草惊蛇 现在的苏小鸭一直在暗处观察李天宝 没有惊动到她 如果让她知道自己还不死心 不知道会不会对自己也下死手 最后苏小鸭决定还是按兵不动 她去安志强家里时 安志强有时在家 有时不在家 苏小鸭还是很有节操的 从来没有趁她不在家时 乱翻过她的东西 有时知道安志强下夜班 会提前给她买好夜宵 安志强曾有一次感叹 说谁娶了苏小鸭可真幸福 苏小鸭就红了脸 安志强比苏小鸭大五岁 看起来却很成熟 而且家里的电器下水道坏了 她全会修 有时苏小鸭看着她发呆 这样的男人怎么就会是孤独终老命 安志强被苏小鸭看得时间长了 打趣的说她脸上是长麻子 还是有金银财宝 一刻也舍不得离开 苏小鸭转过脸去 心中却想一件事 她所在培训班的校长丁然 似乎对她也有好感 苏小鸭职业班时 总会陪她守在最后 还给她买过几次零食 苏小鸭想 安志强和丁然哪个男人会是她的菜 真没有想到 大学四年没有谈过恋爱 刚一毕业 老天爷就把两个男人送到她面前 外面传来一户人家的吵闹声 把苏小鸭从神友中惊醒过来 她拼命摇摇头 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姐姐还没有消息 一切等找到姐姐再说 因为心中有了定力 在面对安志强和丁然时 苏小鸭平静了许多 又到了周一 苏小鸭早晨九点多钟就到了安志强家 现在观察李天宝 跟踪李天宝 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安志强没有上班 正在院子里跳绳 举杠铃 安志强有锻炼的习惯 据安志强说这个习惯 从她上班开始 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苏小鸭特别佩服自律的人 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就大事 安志强锻炼完毕后 对苏小鸭说她守了这么久 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 安志强告诉苏小鸭 给自己算命的那位大师很准 让大师给她算算她姐姐的踪迹 并急乱投医 苏小鸭在这里猫了一个多月 身上被蚊子咬了许多包 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因为看不到李天宝的任何出格的表现 苏小鸭忘了自己曾经说过 安志强不懂唯物主义的话 眼头答应了 七拐八拐 在另一处城中村偏僻的四合院里 苏小鸭见到了大师 大师六十多岁 满头白发扎成一个发际 人看起来都很靠谱 就是屋子里的摆设 让苏小鸭感到不舒服 屋子四面包括窗户都用五色纸围着 屋子周围点满蜡烛 正中摆着一个苏小鸭不认识的神像 安志强小声说那是蛇仙 而大师是一位出马仙 就是得神像中的蛇仙庇佑 屋子里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 闻得苏小鸭只想睡觉 她强打精神 回答了大师的问话 大师听她说完后 浑身抖了抖 又立刻定住 折腾有十分钟后肯定的告诉苏小鸭 她姐姐已经不在人世 不过这件事和谁都没有关系 一切都是命 她也该为自己的以后打算了 懵懵懂懂出来 苏小鸭想着大师的话 姐姐不在人世 可她是怎么死的 大师没有说 苏小鸭还是不甘心 她本来对这一套也不太信任 她倔劲上来 大师说姐姐不在人世 那她就必须查清姐姐的死因 李天宝别想逍遥法外 苏小鸭提出继续去安志强的家里查看时 安志强没有拦她 也不再说大师特别灵验的话 顺从地跟在她身后 苏小鸭只在小房的平台上观察一会 就困得不行 她想一定是这段时间精神太紧张了 她回到客厅 说想回家睡一觉 安志强看到苏小鸭脚步裂切的样子 说在她家睡觉也是一样的 现在刚刚下午两点钟 她已经和同事调休了 安志强告诉苏小鸭 她睡一个小时 自己叫她 不耽误她观察李天宝 苏小鸭想想也是 凡事不能前功尽弃 说不定就在这两个小时之内 李天宝动作了 她扶着额头 对安志强说半个小时就行 可是当苏小鸭醒来时 她拿起一把菜刀 疯狂要追打安志强 安志强边跑边喊不怪她 叫苏小鸭听她说 苏小鸭醒来发现 安志强居然趁她睡着 侵犯了她 苏小鸭休愤难当 她是一个传统的女人 一直期待把自己的第一次放在新婚之夜 即使自己对安志强有一些好感 她也罪不可恕 安志强被苏小鸭追着跑了一圈 突然站住 迎着她而来 苏小鸭举着一把菜刀站住 不知该砍还是不该砍 安志强闭上眼睛 对苏小鸭说这些天自己深深爱上她 她不知道睡着的她有多美 就像是睡美人 自己真是忍不住 安志强说如果苏小鸭和她谈恋爱 她一定会娶苏小鸭 对苏小鸭负责 如果苏小鸭觉得是被她侵犯 是抓她去警局还是想砍她 她都随苏小鸭 苏小鸭扔下菜刀 捂住脸 呜呜哭起来 姐姐生死未捕 自己又被侵犯 而这个男人 自己又有那么一丝丝好感 她现在的心如同在油锅里煎熬 不知道该怎么办 安志强试探着拍拍苏小鸭的肩 看她没有反应 又慢慢把她搂进怀里 轻生安慰 安志强说她知道苏小鸭心里苦 她叫苏小鸭放心 以后有她 她不会再让苏小鸭受苦了 苏小鸭要安志强帮她查找姐姐的下落 安志强说义不容辞 苏小鸭想到安志强曾经说过她命里无期 说到时她把自己客死了怎么办 安志强搂住苏小鸭 说她会去庙里许愿 宁肯折几年的阳寿 也不能让苏小鸭先踏而去 她想试一试 苏小鸭对那些东西也不错 所以她接受了安志强 她把自己的房退了 直接搬到安志强的家里 安志强对苏小鸭是非常宠爱的 下夜班也不睡觉 变着花样的给她做各种各样好吃的 挣得的工资给她买好看的衣服 这是苏小鸭从未享受过的待遇 她的一颗心彻底沦陷 所以当培训班的丁燃对她表白时 苏小鸭委婉的拒绝了 丁燃有两天没有理她 两天后丁燃在苏小鸭结束培训后 送她回家 并且对她说自己不是一个小气的男人 如果可以 希望苏小鸭可以把自己当成蓝眼之己 有什么事可以找她帮忙 苏小鸭嗡了一声 其实如果不是安志强和她先行发生关系 在条件上丁燃要比安志强好得多 只是一切都晚了 丁燃说到做到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再也没有和苏小鸭说过过分的话 苏小鸭和安志强亲亲我我一个月 除了上班 她都是在家里学习专业知识 和在平房上观察李天宝 她不出门也是为了避开李天宝 只是那天苏小鸭明明看到李天宝出门准备 自己也出门上班 正在锁门时 居然碰到了又折返回来的李天宝 李天宝看到苏小鸭正在锁安志强家的门 吓了一跳 随即问她为什么有安志强家的钥匙 苏小鸭灵机一动 说自己在她家租的房子 安志强家一共就两间房 从来都不往外租 李天宝嘀咕着 眼睛又如探照灯一般 在苏小鸭身上来回寻缩 苏小鸭说这是安志强看她长得俊 李天宝不得着 李天宝告诉苏小鸭 安志强这个人脑袋有毛病 还曾经猥亵过小姑娘 她和安志强住在一起小心点 自己也是看在她姐的份上才告诉她 苏小鸭说不用劳李天宝费心了 她会照顾好自己的 说完这句话 苏小鸭急忙跑掉了 如果被李天宝发现她住在这里 以后的观察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不过两个月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苏小鸭有点灰心 她也去警察局问过 人家说问了李天宝 曾经苏小鸭也离家出走过半年 后来自己回来了 让她等等 也许一年半载的 她姐就回来了 不过他们会随时关注的 人家说的都有道理 苏小鸭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她的第六感告诉她 姐姐一定出事了 毕竟姐妹情深 有些东西只可一会不能言传 晚上安志强给苏小鸭做了 她最爱吃的肉丝疙瘩汤 对她说警察也查了 李天宝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就不要再查了 也许姐姐哪天就自己回来了 安志强提议说再过一阵子他们就结婚 苏小鸭倔强的说不找到姐姐 她绝不考虑自己的事情 安志强黑着脸 把手上的一碗汤戳的四处乱见 苏小鸭看她生气 急忙过去抱住她好了 叫她别生气 苏小鸭说她和姐姐感情深 她的婚礼如果没有姐姐的祝福 她会遗憾一辈子的 安志强的脸才缓和一些 她一把扣住苏小鸭 说苏小鸭得补偿她 就在安志强把苏小鸭压在沙发上时 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安志强嘴里骂骂咧咧 出门后却没有了声音 苏小鸭跟出去看 只见一个穿着米色连衣裙的女子 正在和安志强说话 安志强的身子挡住了女子的脸 苏小鸭走近些才看清 女子长相清秀 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安志强介绍说这是后相的白脸嫂子 平常对她很照顾 这次白脸嫂子旅游回来 给她送纪念品来了 苏小鸭乖巧地叫了一声白脸嫂 女人眼皮翻翻摁了一声 把手里的东西塞到安志强手里 转身就走了 安志强解释着 白脸嫂这人就这样 外冷内热 苏小鸭的第六感又开始发挥作用 她总觉得这个女人和安志强之间有什么秘密 有一种她说不出来的东西 进屋两人都没有了刚才的兴致 各自扒拉碗里的肉丝汤 就躺在床上说了几句话 苏小鸭突然想到李天宝说的话 翻过身问安志强 有人说她曾经猥亵过女孩 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安志强听到这句是李天宝说的时 立刻做了起来大骂 解释说就是有一次她路过小巷 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女孩 坐在石板路上哭 好心和她说了几句话 轻轻拍了她几下 然后背她回家 被李天宝看到 就说安志强艳福不浅 安志强说李天宝心里脏 爱玩女人 才觉得别人对女人都没有好心 苏小鸭想到李天宝天天去那些肮脏的场所 还和已婚女人纠缠不清 相信安志强说的话 何况这么长时间以来 苏小鸭从来没有发现安志强有什么不良嗜好 至于在她电脑里发现了小黄片 是男人应该都有 这样想着 苏小鸭终于沉沉睡去 姐姐苏小红突然出现在苏小鸭的面前 只是她在一片烟雾之中 神色焦急 不停地对苏小鸭喊着什么 苏小鸭一句话也听不清 她向姐姐跑去 姐姐却离她越来越远 后来她好像还看到 一个男人揪着姐姐的头发再往墙上撞 苏小鸭被吓醒后 手习惯地去摸身边的安志强 安志强不在 她起身到客厅到厕所 到院子里任何地方都没有 打安志强的电话 只想了一下就被按掉了 今天安志强不上夜班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 她会去哪里 苏小鸭坐在客厅发呆 回忆着刚才的梦境 莫名地脚底升起一股寒意 就这样一直坐着 坐到早上七点的时间 门外有声音 她搜地跑了出去 看到安志强回来了 苏小鸭质问安志强 他们睡觉时都已经快十二点了 她不上夜班去了哪里 安志强解释说 有个同事上班时肠胃炎突然发作 班长让她去替班 她怕扰着苏小鸭 她才轻手轻脚走的 安志强的解释看似合情合理 苏小鸭心底却升起一个巨大的谜团 她和安志强睡着时 都会在院子里把门锁上 门有道缝 能从里面开锁也能从外面开锁 可是那锁头 昨天她起来找安志强时 看到锁是好好的 安志强不可能是飞出去的 不过这件事苏小鸭没有在质疑安志强 因为安志强看起来脸黑口黑 好像很累的样子 她要是在咄咄逼人 就显得不很懂事了 只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很快就疯涨起来 而这一切也是因为安志强 又有四五次出现夜间神秘失踪事件 而且每次回来之后 至少会有一个星期不碰她 苏小鸭最恨男人骗她 再又一次把安志强堵在门外时 她对安志强说他们现在还没有结婚 如果她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 自己绝不死皮赖脸和她扯皮 苏小鸭说她已经找过他们的班长了 问了那天的事情 班长说最近的班次一直很正常 安志强没有想到苏小鸭会去调查她 她的眼珠咕噜噜转了一圈 然后跪在地上说她骗了苏小鸭 求苏小鸭一定要原谅她 她也是被逼的 安志强解释说她最近迷上了赌博 因为苏小鸭说过最喜欢海棠湾的房子 她算了算手里的钱 首付还差一半 所以就和朋友去了赌场 试试手气 刚开始时运气不错 水之后来就陷了进去 她越想翻本就越输 赌完了之后 赌场的人会安排小姐陪他们 而安志强怕被小姐染病 所以不敢再碰苏小鸭 至少一个星期后她看自己没有症状 才敢再和苏小鸭亲热 也是为她着想 苏小鸭又急又气又恼 气安志强把钱打水漂 气她这么大人不懂事 恼她把找小姐的事也说出来 自己以后该怎么和她处 苏小鸭打包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 院子里 安志强跪着抱住苏小鸭 说她再也不会了 能不能给她一次机会 平心而论 这些日子里 安志强对苏小鸭像是对待公主一样伺候着 家务活不让她沾 变着花样做饭做菜 来月经时每天给她煮红枣汤 染了血迹的内裤也给她洗净 女人都是心软的 虽然安志强不是很有钱 但她对自己没得说 苏小鸭正正的站着 她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 安志强在家里的所作所为已经打动了她 女人图的就是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 可是安志强也确实去赌去嫖了 这样的男人还能不能要 两人正在僵持间 天上下起了雨 雨水粪落 苏小鸭没有动 安志强也没有动 俩人像是两尊雕塑一样 站在雨水里 最后苏小鸭扔掉手里的东西 不停锤打着安志强 叫她以后不许再堵 不许再去找别的女人 安志强抹掉脸上的雨水 呵呵笑了 一把抱起苏小鸭在雨水里奔跑 安志强果真老实了 除了上班 就是在家里陪苏小鸭 一屋三餐四季 除了姐姐的下落是她的一块心病 这样的生活苏小鸭很满意 可是姐姐在哪里 想起她的心就疼 下班回来 苏小鸭看到李天宝鬼鬼祟祟进了后巷 她想也没想就跟了上去 然后看到李天宝进了一个院子 院门虚眼 这是白莲的家 上次白莲到安志强家送东西后 苏小鸭曾偷偷去后像看过白莲住哪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是想知道 然后苏小鸭听到李天宝对白莲说的话 她没有想到 李天宝这个人不要脸到家了 而且还在她的嘴里 听到了关于安志强的坏话 李天宝先是轻挑的在白莲身上捏了一把 然后说白莲这身段保养的可真不错 何时让她也尝尝先 不能总便宜了安志强那小子 白莲呵斥李天宝 叫她拿开她的脏手 然后转身就要离开 李天宝一把拽住白莲的胳膊 附在她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声音太小 苏小鸭听不清 白莲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问李天宝想怎么样 叫她开个架 李天宝拿鼻子在白莲脸上秀了秀 说只要白莲能陪她一夜 她就什么也不往外说 只见白莲轻咬嘴唇 不似刚才的恼怒 脸上挤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 她对李天宝说这几天身子不方便 过几天她来保准让她满意 李天宝迟疑的问白莲 有没有骗她 白莲说现在自己就是骗过她几天 也不可能天天骗她 李天宝临走前 在白莲的胸脯上又掐了一把 等她走后 只见白莲催了一口 说脏东西也来想占她的便宜 转身鸟鸟进了屋 苏小鸭知道李天宝对白莲起了色心 只是她说不能总便宜了安志强 是什么意思 除了白莲曾给安志强送过那一回东西 没看到两人有什么别的来往 心里装着事 苏小鸭给孩子上英语课时 出现几次失误 恰巧有一个孩子的父亲懂一些英语 投诉到了丁然那里 说她找一些烂语充数的人来冒充老师 要去告她 丁然说了许多好话 又给孩子减免下学期一半的学费 才把这件事摆平 依然没有责怪苏小鸭 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以前苏小鸭把安志强当成亲人 什么事都和她倾诉 可苏小鸭总觉得现在的安志强身上 蒙着一层薄薄的雾 让她看不清 安志强夜里突然不见 还有今天李天宝说的话 都让她觉得自己好像 陷进了一个更大的谜圈里 丁然给苏小鸭端了一杯茶 说自己知道她和她姐姐感情深厚 姐姐失踪她难受 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丁然说如果有需要她帮得上忙的地方 可以和她说一说 苏小鸭看着她 丁然目光清澈 脸庞坚定 给人一种踏实感 记得以前闲聊时曾经听她说过 她有一个朋友喜欢侦探类小说 对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东西都了如指掌 苏小鸭开口了 她求丁然能不能替她去查一个人 丁然说愿为苏小鸭效劳 她是苏小鸭永远的蓝颜之己 她不轻易许诺 但是只要是她认下的朋友 许下的诺言 哪怕是丢了性命 也在所不惜 苏小鸭呸呸了两下 责怪她乱说话 丁然黑黑笑了 三天后 竟然把一叠资料摆放在苏小鸭面前 白莲35岁 城中村土生土长的女人 她嫁给一个混混 那人心狠手辣 后来不知道怎么发了财 去外地做生意 一年才回来一次 至于白莲和安志强 只知道她经常给安志强送些吃的 用的 安志强会趁她老公不在家时帮她干些重活 也偶尔有风言风语传出来 说她和安志强有不正当关系 但谁也没看到过 这些都和安志强告诉苏小鸭的差不多 没什么稀奇的 这个侦探也就那么回事 任何事加手于人都是不行的 苏小鸭想还不如自己亲自去问 这天安志强做了许多蒸肉 苏小鸭趁她上班后 提了两碗肉来到白莲的家 告诉她安志强做了蒸肉 自己来给她送两碗 谢谢她以前照顾安志强 白莲正端着一盆水出来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说她不爱吃肉 叫苏小鸭拿回去 苏小鸭闹了一个大红脸 没有人会对主动示好的外人如此对待 她更加怀疑两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安志强回来后 苏小鸭轻描淡写的把这件事说给她听 安志强的嘴动了动 最后说了一句话 那个女人就是疯子 以后看到她绕着走 少理她 苏小鸭想上次白莲给安志强送东西时 她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们俩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有人都说 没有看到过两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后来苏小鸭又故意在白莲面前经过几次 白莲总是瞪她 但苏小鸭走过去后 总感到背后有一把刀子 再向她扎来 那种感觉 就像是被别人抢了男人 是一种赤裸裸的嫉妒 苏小鸭认为李天宝一定知道什么 否则白莲不会答应她的无耻要求 只是如何让她说出白莲和安志强的关系 李天宝最近邪火难耐 相好的老公回来 没办法和她见面 白莲那个贱人推三音四 她喝完酒 有人塞给她一张传单 清阳洗头房 清纯大学生为您服务 李天宝自然知道 这种洗头房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又看了看上面穿着清凉的两个女子 跌跌撞撞 按照劣质宣传单的指引来到清阳洗头房 一个穿着吊带裙的姑娘迎上来 叫李天宝到里面来 自己给她洗头 女孩将李天宝扶到床上躺下 给她喝了一杯水后 李天宝昏昏沉沉 看见女孩胸前有两只跳动的小白兔 她伸手去抓 女孩躲开了 女孩在李天宝的面前摇晃着一只怀表 问她有没有伤害她的老婆苏小红 李天宝摇头 女孩又问她是如何认识白莲的 白莲和安志强是什么关系 李天宝眼睛发直 说白莲是她的邻居 她不知道白莲和安志强的关系 只是一年半前 在她家的平房上看到 在小巷里 白莲在安志强的裤裆里摸了一把 然后安志强亲了她 还脱了裤子让她摸 但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苏小鸭远程观看着这一切 气得浑身发抖 原来安志强是半猪吃老虎 什么孤独中老命 都是骗人的 原来是为了和白莲双宿双飞 这就怪不得白莲看自己 像是看到敌人一般了 白莲和安志强有见不得人的关系 而安志强现在对自己百依百顺 白莲如何会对自己有好感 苏小鸭气愤的对那个女孩喊 给她狠狠删李天宝 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苏小鸭不知道自己的满腔怒火如何发泄 只能拿李天宝开刀了 苏小鸭知道李天宝最近去找白莲 每次白莲都推三组四 心情不顺 又听李天宝和棋牌室的人闲聊 说自己被女人耍 那个相好的看到自己老公挣钱多 要和他分手的是 就趁李天宝喝醉时 特意策划了这起青阳洗头房事件 苏小鸭找了自己的同学 也就是刘霞 她俯修心理学 会点催眠术 又给了青阳洗头房的女人一笔钱 才让刘雪提前在那里等李天宝 苏小鸭也只是赌一赌 没想到李天宝这个没出息的 针上钩 李天宝被扇了耳光后也不知道疼 翻个身躺在床上睡着了 刘雪问苏小鸭怎么办 苏小鸭说替她多打几下 找根藤条抽 李天宝第二天在洗头房醒来 看到自己身上青一道红一道的鞭痕 吓了一跳 抓住身边的女人问对她做了什么 女人对她妩媚一笑 说昨天可是大哥要求的 让她狠狠扇大哥耳光 后来还嫌不过瘾 又让她找根藤条抽 李天宝一动浑身钻心的藤 可是女人说话焦滴滴 并且说是自己主动要求的 她全然没有记忆 也不好再闹 只能等下次来 在女人身上再找回来 李天宝一瘸一拐走回家 怎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主动去找虐 这边苏小鸭早已经把李天宝忘了 她在想自己不信什么孤独终老命 上次饶恕了安志强赌博夜不归宿的事 现在她又冒出和白脸不清不白的关系 她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在瞒着自己 苏小鸭觉得 她不能再和这个危险的人物在一起 她发觉自己除了认识安志强 对她的朋友 对她的过往一无所知 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说的 而且安志强似乎和同事也从来没有来往 还有前几天她的夜间失踪事件 这样想想苏小鸭突然觉得不寒而栗 安志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小鸭去找丁燃 问她能不能给自己安排一间宿舍 培训学校刚搬了新地方 已经有离家远的同事有宿舍住了 丁燃问苏小鸭是不是和安志强吵架了 苏小鸭摇摇头 憋住眼中的泪水 她不想离开安志强后 就立刻投进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安志强让她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产生了戒心 丁燃没有再问 给了苏小鸭一把钥匙 叫她去三楼的宿舍住 丁燃住的正是三楼的宿舍 校区刚搬过来时 三楼这个屋是最大的 丁燃就找人把那个屋装修 做了自己的办公室间卧室 三十平米的乌光装修就花五万 丁燃告诉苏小鸭 别的宿舍都住满了 而她也在海棠湾刚买了房 离这里近 可以每天回家 丁燃说的海棠湾 就是苏小鸭心心念念的海棠湾 没想到丁燃年纪轻轻 居然把房买了 她意味深长看了丁燃一眼 而丁燃火辣的目光也在盯着苏小鸭 现在苏小鸭只想离开安置墙 也容不得她意气行事 她低着头 结果要是说了一声谢谢 苏小鸭回去收拾东西 这次她是铁了心要离开安置墙 坚决不能再被她的痛哭流涕所打动 苏小鸭特意选了一个安置墙上白班的时间 收拾整理自己的东西 厨房里买了奇形怪状的器械 安置墙说不同的器皿盛放不同的食物 给人的感官是不一样的味觉 客厅里摆放着两人的小熊情侣杯 大黄鸭情侣拖鞋 卧室的橱柜里摆放着两人坠满玫瑰花的睡衣 当苏小鸭买回来时 安置墙说什么也不穿 说她是男人 坚决不穿 是苏小鸭不停挠她的脚心 挠到她求饶 才肯穿上 穿上后 安置墙还在手机里故意一通乱拍 又做成各种搞怪 把苏小鸭逗得咯咯笑 一个大老爷们 为一个女人穿上玫瑰睡衣 应该是真爱了 可是安置墙依然在外面捏花惹草 哪怕这是从前的事 哪怕那是一个半老徐娘 苏小鸭也不能接受 收拾完东西 她看了看屋子里的摆设 在这里住了半年 有许多是她下班路上 从不行接逃来的小玩意 有的能带走 有的不能带走 每一件都是苏小鸭的心血 既然不能带走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精心擦拭一遍 包括这间屋子所有的地方 来这里后一直是安置墙伺候苏小鸭 苏小鸭没有做过一次卫生 这次就轻轻爽爽地告别 她试完所有的东西 心想好人做到底 把床底也给清理一下 当苏小鸭把扫把伸到床底下打扫时 一堆毛毛都跑了出来 安置墙毕竟是男人 打扫也只是表面 苏小鸭一下一下地扫着 从床尾到床头 然后她在自己扫出的一堆杂物里 看到了一个水滴状的银耳环 水滴上还有刻着苏小红三个小字 苏小鸭捏拿着耳环 在屋里不安地转圈 现在是走还是不走 她心里没有了主意 最终她还是决定留下 她要知道安置墙和姐姐会有什么关系 苏小鸭给丁燃打电话告诉她 暂且先不去她那里住 但是希望她能每天给自己一个电话 如果发生不测就让她去报警 丁燃在电话里问苏小鸭 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苏小鸭不能说 她现在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姐姐失踪的秘密尽在咫尺 她告诉丁燃 只管打电话 别的不用管 丁燃答应了苏小鸭 但是告诉她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志强回来了 脸色阴沉 苏小鸭轻描淡写地说 她前两天看到李天宝去了白莲嫂子家 白莲和李天宝是不是也有来往 安志强网得吓呸了一口 说李天宝就是个畜生 总是缠着白莲 不过白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苏小鸭没有再问 给安志强倒了一杯茶 端到她面前之前 苏小鸭说她想过了 姐姐一直没有踪影 她和安志强的事 也在城中村传得沸沸扬扬 所以他们还是早点结婚好 安志强迟疑了一下说好 第二天 苏小鸭就把两人要结婚的消息 告诉城中村喜欢八卦的一个女人 下午李天宝来问苏小鸭 说安志强这个人不地道 苏小鸭是不是真的要嫁给她 苏小鸭说她喜欢安志强 安志强也喜欢她 男未婚女未嫁 安志强从前的事她不想管 她只想管现在和未来 安志强对她好就行 苏小鸭说话时 看见白莲就在不远处的菜摊前往这边看 她的眼神里有愤怒的光 李天宝折返身子 路过白莲时给她使了一个眼色 苏小鸭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看见两人进了白莲的院子 门被拴上了 苏小鸭后在胡同口 李天宝一个小时后才出来 心满意足地嚼着一块口香糖 摇头晃脑地走了 苏小鸭冷不丁走进院里 喊了一声白莲嫂子 说她给安志强买了一个钱包 她知道白莲嫂子对皮货有研究 让白莲嫂子替她看看是不是真的 苏小鸭闯进白莲的屋里时 白莲正手忙脚乱从床上穿衣服 苏小鸭看着她笑 说嫂子都什么时间了还睡觉 真是老爷们不在家 自由 苏小鸭把自己买的钱包递到白莲的手里 白莲接过后淡淡看了一眼说还行 苏小鸭一派天真无辜的模样 说她和安志强要结婚了 安志强说白莲嫂对她不错 白莲嫂也结过婚 以后婚礼流程自己有什么不懂的 可要来问她 白莲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还是回复了一个淡淡的恩字 走出白莲家的门 苏小鸭立刻又花钱找了一个混混 去找李天宝 让她问问刚才去白莲家做什么了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混混来报 她拿了一支烧鸡 一瓶酒 一碟花生米就和李天宝开喝 李天宝心情爽 什么都和她说了 李天宝说白莲问她 苏小鸭和安志强结婚是不是真的 让李天宝去问问 而李天宝对白莲垂涎已久 趁机让她答应 只要问出来 她得陪自己 李天宝本来没报希望 结果白莲还真守信用 混混还在往下说 李天宝还真是有厌抚的 她说白莲的身子香软滑 去了一次还想二次 看着混混色咪咪的眼睛 苏小鸭又给了她五百元 让她这件事谁也不要说 苏小鸭相信 自己的激将之法已经起了作用 那两个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问完话的第三天晚上 安志强接到了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只写了老地方件四个字 苏小鸭问她是谁 安志强说是别人的恶作剧 半夜苏小鸭听着安志强辗转反侧的声音 她假装说起了梦话 不一会又打起了呼噜 临睡前她已经告诉安志强 说自己最近睡眠不好 特意吃了一片安眠药 安志强悄悄起身 苏小鸭看到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钻进衣柜 过了十分钟也没有动静后 苏小鸭才起身去查看衣柜 她没有想到 就在衣柜靠墙的地方 有一块活动的木板 她悄悄走了进去 然后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苏小鸭发现自己走进了一条长长的地道 当她从一个废弃的牛棚钻出来后 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熟悉的院子里 这座院子居然是白莲家的 前两天苏小鸭来时 看见过白莲在屋前弄了一块假衫时 她慢慢靠近白莲家的窗下 听到里面是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 苏小鸭的第六感没有错 安志强和白莲果然有不正当的关系 她捂住自己的嘴 生怕自己叫出来 然后听两人在说话 白莲说安志强是她的 不能和苏小鸭结婚 安志强说她和白莲嫂子好了这些年 她谢谢白莲嫂子 是白莲嫂子不能离婚 她以前的两个女朋友都被白莲嫂子搅黄了 她的丈夫也终究要回来 他们不能这样偷偷摸摸一辈子 安志强说18岁那年 她的第一次给了白莲嫂子 也算是对得起她了 白莲说她对安志强也不错 安志强想睡苏小红 她让安志强达到目的 安志强怎么想过和拆桥 听到姐姐的名字 苏小鸭心中一惊 他们果然知道姐姐的下落 安志强狠狠地说如果没有碰到苏小鸭的话 她会和白莲在一起一辈子 上次白莲旅游回来想对苏小鸭不利 安志强冒着被苏小鸭发现的危险 和白莲偷偷约会 那时她就告诉白莲 她是真心爱上苏小鸭 他们好聚好散 安志强说白莲也知道她的手段 她不在乎再多一条人命 她奉劝白莲 她是真心爱苏小鸭的 如果白莲想阻挠她 她一定不会让白莲好过 白莲只要这段时间老老实实的 等她结婚后 有机会还是会来宠幸白莲的 白莲问安志强今天能不能先好好宠她一次 这几天安志强都不来找她 想死她了 苏小鸭听到白莲隐忍的叫床声 听得面红耳赤 准备溜回去 却在转身时不慎碰到窗下的铁架子 苏小鸭起身拼命往门那边跑 才发现门锁着的 她只好又往牛棚跑 可是屋内的两人已经穿着睡衣出来 苏小鸭刚想喊 就被安志强一拳打倒在地 眼貌金星 她被拖进了白莲的屋里 床上一片凌乱 安志强拖起苏小鸭的下巴 问她都听到什么了 苏小鸭对安志强说亏自己对她情深义重 还让她查姐姐的下落 苏小鸭真没有想到 披着人皮的狼就在自己身边 她问安志强 她把姐姐弄到哪里去了 旁边的白莲迅速插话 说苏小鸭不识抬举 安志强喜欢她 想和她交个朋友 谁知她敬酒不吃吃法 照样还是让安志强睡了 苏小鸭居然还想去告安志强强奸 安志强为了自保 只能让她 安志强及时制止了白莲 白莲黑着脸闪到一边 苏小鸭认为这些信息就够了 姐姐一定是被他们害死了 她拼命挣脱捆住自己的绳子 一边扭动一边破口大骂 安志强最该万死 她就该下地狱 她害死自己姐姐 自己做鬼也不会放过她 安志强跪在坐在地上的苏小鸭面前 拖起她的下巴 一脸沉痛地说她为什么和她姐姐一样不懂事 安志强说她对苏小鸭和苏小红不一样 她只喜欢苏小红的身体 而苏小鸭她什么都喜欢 否则也不会想和苏小鸭结婚 他们在床上是多么的合拍 只要苏小鸭不再查她姐姐的死因 他们还可以做一对快乐的夫妻 苏小鸭一口吐沫涂在安志强的脸上 呸了一声 白莲过来狠狠给了她一耳光 苏小鸭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她定了定心神 对安志强说 看在他们曾经在一起很快乐的份上 她能不能告诉自己 她把姐姐怎么样了 安志强没有回答苏小鸭的问话 反而问她是不是真的不会和自己结婚了 苏小鸭摇头 她和杀害姐姐的凶手共处一室 还把凶手当成好人 她心痛 哪怕现在违心地答应安志强 能救自己的命 苏小鸭也不愿意 何况听他们的意思 姐姐已经不在人世 她的心也死了 安志强一步一步向苏小鸭走来 拿起一支针 向她的脖子处打了一针 然后苏小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酒后 苏小鸭感觉眼前一直是模模糊糊的 总觉得有人影在晃 她睁开眼 发现自己在病床上 樱然在旁边 苏小鸭疼得坐起来 问自己是不是还没死 樱然爱怜地看着她 说她没死 她可真胆大 为了找寻她姐姐的死因 命都不要了 苏小鸭问安志强 白怜在哪 他们是杀害她姐的凶手 樱然的首付在苏小鸭的手上 叫她好好养伤 说她晕倒后的后续 自己的侦探朋友会告诉她 李柯就是那个侦探 把苏小鸭晕倒后的状况 还有安志强和白怜 是如何合伙杀害苏小红的事情 一一都讲解出来 苏小鸭让丁燃给她每天打一个电话后 丁燃就觉得不对 于是她就和李柯联系 让她随时关注苏小鸭和安志强 而丁燃每天早晨六点 都会给苏小鸭发一个信息 而今天苏小鸭一直没有回复 她心中焦急 就和李柯一起到了苏小鸭家 进了进卧室 发现那个地道后 在地道的中间 发现了被捆绑的苏小鸭 还有因为争吵 都没有看到他俩进来的安志强和白怜 那两人吓了一跳 在地道里 四个人还展开了一番搏斗 一道因为锦荣一人通过 四个人打架都很憋屈 你拧我 我扇他 施展不开 后来还是李柯占了上风 因为他毕竟是跆拳道黑带 他把两人打晕后 拖到地面上报警 然后知道了安志强和白怜的勾搭情史 和苏小鸭是如何被他们杀害的过程 在警局里 白怜交代 是他因为寂寞难耐 在安志强18岁那年 他勾引了安志强 之后几年 两人一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丈夫不能满足他 而他也迷恋安志强年轻的身体 但也畏惧人言可畏 在两人发生关系半年后 白怜就提议 将两家打通挖 一条地道 他说了后 安志强立即着手办 用了多半年的时间将地道打通 两人约会时从不走正门 这样也避免了很多闲话 他们都很满意 只是没有想到 安志强因为白怜挤兑走了自己的两个女朋友 心中不满 他对白怜说他一个女人不能满足自己 希望白怜再给自己找一个 白怜对安志强有爱也有骄纵 因为他总觉得安志强比自己小 安志强吃亏了 对他的什么条件都有求必应 白怜认为只要安志强不结婚 一直陪在他身边 怎么样都行 钱 女人他都给找 白怜看上李天宝的媳妇苏小红 因为他知道 苏小红和李天宝天天吵架 以为苏小红会答应自己的要求 结果苏小红把白怜大骂一顿 说白怜是当妇 并且说看在邻居的面子上不会和他计较 但是这件事以后绝不能再提 白怜气坏了 可他面上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他示弱 向苏小红示好 也承认自己的错误 苏小红渐渐原谅了他 而且在听到白怜说自己丈夫不好时 还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两个人经常背着李天宝说些私房话 而白怜就是一条毒蛇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缓兵之计 在苏小红和李天宝又一次吵架的晚上 他把苏小红叫到自己家 灌醉他 然后让安志强顺着地道过来 强奸了他 苏小红醒来后 不依不饶 说一定会告两人 两个人就将苏小红肢解后 用塑料袋扔到了白怜窗外的护城河 警方已经打捞到苏小红的尸体 苏小红听到这里啊的一声 再次晕了过去 这两个狗男女 做了他们喂狗都不为过 安志强交代 自己刚开始是带着猫捉老鼠的心态 和苏小红在玩 后来不知不觉真的爱上了他 想和他成家 可能正是因为安志强的这份爱 当他和白怜发现苏小红的窥探 白怜让他杀掉苏小红时 他手软了 给了丁然和理科时间解救苏小红 苏小红的心真扎一般痛 他相信安志强是真心爱自己的 那些往日情景在脑海中浮现 安志强挣了钱给自己买包买耳环 来月经时给自己按摩 七红糖水 还说想和自己结婚 最后又为了自己和白怜翻脸 可是这一切 抵不过安志强杀害姐姐的分量 苏小红永远的恨安志强 只盼着他和白怜早下地狱 半年后 苏小红听到了关于安志强和白怜的一审判决 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这个消息后 苏小红来到姐姐的墓前 对姐姐说她可以安息了 杀害她的凶手会为她陪葬的 旁边的丁燃问苏小鸭 是不是一定要走 如果她不走的话 可以留下来和自己一起打理培训学校 苏小鸭摇摇头 这是一个让她伤心的地方 从此以后 她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 下雪了 丁燃看着苏小鸭的背影越来越远 渐渐在漫天雪影里 消失成一个小小的点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看看苏小鸭 Pad